大家好,欢迎来到富人俱乐部 大多数人都知道日本首富孙正义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超级有钱的大富豪了 可是像他这么聪明又这么富有的人 竟然还特别佩服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师 被称为金银之圣的道圣和夫 那这个道圣和夫到底有多厉害呢 道圣和夫在27岁的时候就创立了金瓦公司 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 就把金瓦从一个很小的作坊 做到了世界500强的企业 52岁的时候 他踏入了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高科技领域 创办日本第二间电信公司 毫无意外的也做到了世界500强 可就是这么成功的商人去选择抛弃一切 出家当了一名和尚 每天都踩着草鞋 敲着墨鱼 打算就这么平静的度过一生了 后来因为日韩公司面临债务危机 即将倒闭 日本首相为了挽救国家最大的航空公司 大力邀请道圣和夫重新出山 希望他能够出手拯救日韩 而就在道圣和夫接手日韩一年多以后 日韩就开始转亏为盈 重新回到了世界500强的行列 就是这样的商业奇才 曾经在一次反弹里给过这样的建议 他说越穷的人往往越大方 而他们的大方就体现在以下这四个方面 其他富人也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你可以先考虑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圈里的资讯 让你用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他们的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就算你在忙 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道圣和夫其实也是出生农村 是穷人利息成功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也曾经穷 同样也曾经拒富过 所以他对富人和穷人有一定的了解 穷人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大方 而富人们都是大大方方的小气 那么穷人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大方呢 而想要成为富人的我们 又要如何避免这些陷阱呢 1.时间上大方 在穷人的眼里 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了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 往往赚了一点收入就脏脏自喜了 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浪费在那些低价值 甚至是在富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比如周末没事做 就花一整天的时间在打游戏 或是晚上一放工就倒在床上准备追剧 但他们却没发现到 在他们享乐的时候 时间就好像小偷 正在静悄悄的从他们身边流失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有钱人 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而是在大家都浪费时间玩乐时 他们却把握空闲的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准备 在等待机会的到来 而当机会真的来临的时候 他们就有比别人足够的基础去抓住机会 用自己一直以来磨的剑准备狙击他们的猎物了 比如说买菜吧 富人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菜市场和别人讨价还价 要他们知道用着讨价还价的时间 用来做别的高价值的事情 可以用省下来的时间去生产一些什么去创造价值 带给他们额外的收入 相反穷人却上场砍价 当他们为自己用八折价格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 而沾沾自己的时候 却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浪费了一个小时时间 在菜市场和别人砍价 穷人们往往因为省钱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富人们坚持认为时间就是金钱 有的甚至认为时间大于金钱 他们更容易花小钱来购买回宝贵的时间 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 注定了一个人永远是穷人 而另一个将会越来越富有 2.花钱上大方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那些越穷的人 他们花钱就越大手大脚 而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抠门 大家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穷人家本身就没什么钱 但花起钱来却那么大方呢 其实说到底 不过是耗面子的问题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 特别是90后的 因为这个年代以后的父母生活环境都是比较好的了 而孩子从小就不怎么缺东西 有想吃的东西就吃 有想买的东西 父母就会买给他 造成了从小的价值观有偏差 觉得生活质量就是要维持在这个水平 我买的衣服就是要有牌子的 带的表就是要1万块钱起跳的 甚至是劳力士等品牌才算耐用 于是金志雄这个名词就因此荡身了 就像现在很多领着几千块钱的工资 每到月底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享受生活 等每一次加薪了就想要提升生活质量 比如买豪车啊 去国外旅游啊 买名牌包包啊等等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提升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 金志雄这个名词用来解释的意思是 就算薪资低或者收入不高 也一样可以过上金志的生活 认为就算自己不是很有钱 但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可以买吧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类的想法已经在暗示了自己未来不会很有钱 所以才会现在就开始享受 觉得以后人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想着何不及时行乐呢 而年轻人对这种伪精致的追求也造成了一种恶果 他们掏空自己的钱包 还欠下一屁股的卡债 这样长期游玩下去 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最终成为卡奴 每个月赚到了钱只为了还月底的负债 永远没有出头那天 那么他们将来又怎么可以成为富人呢 富人在变有钱之前 知道其实工作和生活是可以平衡的 他们不会花太多钱去满足现在的欲望 而是会确保在一定的生活基础上 把焦点集中在如何改变生活质量 而不是如何改变别人眼中的自己 越穷的人他们的言论却总是越显得大方 他们每天聚会说的话都是一些娱乐八卦 比如很红的某某明星和老公离婚了 明天某某明星因为劈腿而被封杀等等的话题 穷人们常常因为八卦新闻而乐此不疲 而有一些在聊国际新闻或是经济政治的话题 这些看起来相当高深的学问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和娱乐八卦一样的 都是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穷人谈论的这些事情大多都不是自己能够左右得了的 也就是说都是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就算想得再深刻眼光看得再准对自己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在网络上曾经流传这么一段话 那些饭都吃不饱的人却总是在当心国家大事 自己口袋里只有几千块钱的人却总是在操心亿万富翁的家事 他们喜欢高谈阔论甚至说一些几百万都不算多之类的大话 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人不能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就很难摆脱自己贫穷的宿命 所以与其操心那些国家大事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 只关心那些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因为就这些能控制的事情才是会改变我们未来的事情 穷人还会再放弃上大方 马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网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醒来走原路 这说的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们做事容易放弃 要么三分钟热度 要么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而放弃 比如健身锻炼身体 或是持续阅读30天 这些事情都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而不容易马上能看到成果的事情 在正常情况下 很容易的就会给自己找借口 让自己马上就妥协 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 我们看到许多年轻企业家采访 看到年纪轻轻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就会感觉很羡慕 也会间接的造成一种偏差 大家就会潜意识的认为 如果做这一件事情没有在短时间内马上得到回报 那就是行不通的 就必须赶快换一条路走 但殊不知的是 大多数的成功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累积出来的 在他们关心靓丽的背后 往往都付出过很多的努力 都失败过很多次而总结出来的经验 所以越穷的人就越容易再放弃上大方 而越有钱的人就越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态 这种心态就是大多数的成功人士自负的秘诀 以上就是会打破你人生观 洗掉你穷人思维的四个观念 里面你感受最深的是哪一个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你的每一则留言我们都有在用心观看的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 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跟着你一起成长 我真心的祝福为这个影片点赞了你 能早日摆脱贫穷思维 找到自己真正的自负之路 如果你以后还想要学习更多富人圈里的智慧 也想要拥有像富人一样的头脑 像他们一样思考 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透过分享高价值的内容 帮助在看这个影片的你 打开格局 摆脱贫穷 甚至能成为百万千万富翁 成为富人俱乐部里的一份子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Viu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